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嗨,大家好,我是东阳 欢迎收听这一季的《东阳播客世界》第八季 我又回来了,又要讲灵异事件和离奇的事件 因为这一季十分受欢迎,我决定在第八季重新分享一些灵异事件和离奇的事故 第一集,我将谈下降头 哇,大家一听到下降头,就会联想起一些戏剧、电影或者是小说的恐怖印象 或令人联想到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如泰国,甚至是柬埔寨等等 这些邪术让人听了毛骨悚然 多少会引起你的胃口 对吗? 你们可以试着在Google翻译降头 你会发现,它根本不能被翻译 原因是在泰国等地,降头其实叫做黑乌树 来,今天我们就分享一些下降头的基本知识吧 在大家根深蒂固的印象中 巫术常见于东南亚国家 比如泰国和刚刚提到的柬埔寨 有时候它跟宗教扯上了关系 或者是和第二度空间连接 大家所认识的降头通常都是很恐怖 它和人命有关 又或者使对方患上一场大病 意外的获取金钱等 而得到短暂的恋爱或者等等 其实巫术有分黑和白 也代表着光明与黑暗 光明的巫术称之为白巫术 主要是为了帮助善性者 帮他们度过难关 在他们运势低潮的时候 令人平安度过 让众生行善助人 对人其实是有正面的影响 或依靠神秘的力量而进行的法术 坊间移称为违法 那黑巫术是什么呢? 纺织圆圆就是代表破坏的法术 黑巫术没有道德标准 和白巫术不一样 甚至是为了那些不择手段的人 进行的一些手段 它的目的就是让善性者达到自己私心的愿望 很多丧心者会来问 到底是否有戒便有还 如果你使用白无数的话 你只要有良好的丧心 它将让你达成愿望 从而帮助到弱势侧群 就等于还 就是因为你用这个白无数 你帮助到人 那就等于是还了 因为白无数的目的是 希望在此空间 能够鼓励善性者 能够向上 就是当你用它来帮助人 就已经够了 那使用黑无数的话 到底需要还吗 黑无数最基本用的材料 永远离不开几个元素 比如说鬼魂 毒物 好像蜘蛛 蝎子 蛇 甚至尸体 无数其实是用鬼法 白无数比较倾向 营用神明的力量 黑无数请的是鬼 所以有戒就要还 当然需要还点灵体的 坦白说 使用鬼法功效特别快 原因是当你攻勤后 或者使用巫术 鬼神都会去帮助你 白无数祈求相等于 祈求神明的帮助 神明听到你的愿望 同样 衡量你的愿望 是否适合你 从而决定 助你与否 所以 白无数的话呢 神明会去分析 到底你是否可以被帮助 对你会有好处吗 还是会有什么后果 反之黑无数求助于鬼 他们就不会去考虑了 跟神明不一样 只要你指使他 他就会听从 那当然要还 常见的就是养小鬼 这个我之前在之前的播客节目 已经提过了 使用黑无数后的效果 并非每个人都能够容易掌握得到 我们可以听过一些案例 就是在外边 曾经有人使用黑无数 自己也毫不知情 也不在他们掌控之中 很多人会问这个问题 我是否中了降头 中降头呢 会有三个明显变化 第一 你身体会感到不适 打开眼帘的时候 你可能会发现一条好长的红根 注意哦 一条很长的红根在你的脸上 第二 财运会突然间变得很差 发现自己在工作上很不顺利 经常碰黑 魅力变差 人际关系并非如意 第三 家庭和伴侣关系绝裂 很容易和身边的人不时的吵架 这些都是症状 但也不代表你一定是中了降头 近几年网络非常发达 外面有很多标榜 有勤将法师和和法师 招财法师等等 那我告诉你一个很可怕的事实 如果你要进行黑巫术 其实只要有对方的照片 姓名 出生 年月日 甚至是时间的话 你就能做到 随着数码化的时代 其实我们个人的资料很容易泄露 所以如果有人要 用降头在我们身上 其实是很容易的 比以前还容易 因为这些资料很容易被获取 然后再三提示各位 即使你有必要需要降头 你其实要了解落法的师傅资料 到底是正法还是黑法 此外 还要检视自己的愿望 到底是发自个人的自私之心 还是真的要度过困境等等 所以要看你的意图是什么 多年来求助过的案件中 不少人为了自己的私欲 私欲 做了黑巫术 比如说他们很喜欢一个人 就下了降头 让这个人喜欢他 这是不对的 有些做了黑术后 其实会有后遗症 可能开始会好 可是接下来会越来越不好 这个后遗症 由生意或者工作 遗落千丈的情况 甚至严重到 那个人会精神失常 或者患上不可逆转的重病 所以要非常小心 总的来说呢 生命里有时就有终 命里无时莫强求 强求的你 受伤也未必是好事 命里中 请求运程第一时 要避险 运程则要尽量争取 凡事要向正面 迈进 要正面面对你的人生 人生才会过得精彩 人生不一定要完美 可是要精彩 巫术是可以帮助到你 可是不要 把整个人陷进去 也千万不要用黑巫术 是非常不对的 好了 今天的介绍完毕 希望你会喜欢我的频道 并且订阅我的YouTube channel Thank you 谢谢